歡迎收看 欢迎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要看呢 我就觉得它比较大一点的 比较干净的 比较均匀的 不是歪挂裂枣了 那样的应该很好 葡萄干在我国主产于新疆甘肃陕西等地 其中以新疆土鲁番的无荷葡萄 制成的葡萄干最为出名 葡萄干因其营养成分被浓缩 且能长期保存 不一苦患而备受青烂 不同葡萄品种制成的葡萄干颜色是不同的 我们常见到的有红色 黑色 紫色 绿色 黄色的葡萄干 你知道吗 其实不同颜色的葡萄干 各自有不同的功效 例如可以预防血栓 缓解疲劳 养炎抗衰老等等 各种颜色的葡萄干所对应的具体功效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 孙涛老师为我们揭开葡萄干颜色底下的神秘面纱 你们来超小的一下 哪一种葡萄干是适合自己的 刘润 我觉得它的这种酸甜度刚好合适 我刚才也尝了这个胖姐的 然后也尝了大王的 我还是觉得我们这个最好吃 胖姐 你选的这个颜色 这个说实话是有点这个鹤片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葡萄的 原来它最正宗的颜色 最精级的颜色 你看就那种 对 后来你们那个都变异过 胖姐 我就不同意 我觉得那是各种朋友的那些 剩下的东西说得不错 我觉得它花质这么多 对我们老年也能合适 行 那您这么说 罗阿姨这花心做客就不多了 吃葡萄的时候 最红的非常的甜 但是这个呢 我想不会太甜 所以我调这个颜色 我从前吃了这一款 反正好 我只吃了这一种 而且我就是觉得它就是甜甜的 你这个是在所有当中最酸的 真的是 尝尝我的 小时候家里太窮 我根本就不知道吃的叫甜 妈妈给我这种葡萄饭就是甜的代表 所以 还在 还在乖 我们已经进入新社会了 不要担心 你会有甜的可以吃吗 有甜的可以吃吗 你会有甜的 特别甜 我的特别 就是你看 这是头发的挑什么样的你知道吗 你要像我这样薄吗 然后就是你们的颜色都不均匀 而我的特别的均匀 我跟你们讲 就你们挑的这些嘛 要么就黑的 要么就绿的 要说真正挑的好 我觉得那个宇童挑的好 你看宇童拿来多黄啊 宇童特别的狠 我跟你说 我还不是专门拿这个 但是我拿了以后就发现 这真有可能是那种新疆麻奶 晒干干 这样吧 接下来我们专家 点评一下 也不用点评他们挑的 计错了 他们是吓跳的嘛 我要把这三个合并一下 我们简单去分一下类 咱们把它分成黑色的 紫色的 红色的和白色的 其实像那个类了 黑色 红色 紫色 像我们余童拿的这个 还有就是陆阿姨 包括大王拿这个 我们都算它归为白色的这种 白色 先说白色 白色 因为它一般都是这种 满满或者是无子的 你看 你看 晒干之后刷成的 也算是比较适合 我们这个季节吃的 因为它是润肺的 太好了 第二种呢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黑色的 就是汉文拿的这个 拿过来 黑色的是黑 或者是黑 或者是黑加伦 黑加伦 晒成的 那它里面的 花青素和 类的物质含量 是特别丰富的 那还有 还有就是我们这种 紫色的 我们把它叫做紫色的 紫色的 对 紫色的这种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玫瑰香 或者是这种 玫瑰香 晒成的这种葡萄 它里面的花青素含量 也是比较高 但它跟这个黑色相比来讲 黑色在所有的这些葡萄里面 花青素含量最高的 它的这个 一个是花青素含量也比较高 另外它有一个比较 亮点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这个 甲美钙 它在其他的含量里面 它是最高的 知道为什么 抗的有道理 这都是晃嘛 这都是智慧的气泡 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红色的 那红色的里面 它含有这个 就这种气泡 逆转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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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对我们的血管比较好 有关系 那其实洛安一个胖子 他们适合吃这个 我们各人吃 对 但是在这里呢 还是要告诉大家 任何事情都过犹不及 对 因为糖分太多了 对 你如果吃太多 很容易就这个 对 比如说糖尿病人啊 或者是这个 本身比较肥胖的人 吃的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量 看到病人啊 我们用一个手势一起来表达一下 手势啊 我们不能一起指着他吧 哎呀 我觉得是啊 怎么怎么 我不能认识你们说 一二三 是谁啊 谁啊 您听清楚了吗 不同颜色的葡萄肝 可以分为红色 黑色 紫色 白色 四个种类 红色类的葡萄肝 是由红蹄葡萄制成的 它比其他种类葡萄肝 多含有逆转煤 逆转煤对人体有软化血管作用 所以更适合心血管病人使用 而且还能预防中老年人血栓 黑色的葡萄肝 是由黑体黑加仑葡萄制成的 其中含有的 甲 镁 钙 矿物质 要比其他种类葡萄肝高很多 比较适合日常生活压力大 容易疲劳的人使用 而紫色类葡萄肝 是由玫瑰香 聚风葡萄制成的 其中花青素 背黄铜 抗氧化剂 含量更高 可预防衰老 更适合女性和用眼过多的人使用 有新疆麻奶葡萄制成的 白色类葡萄肝 则是在润肺苦肺方面 更胜一筹 它可以缓解合作和呼吸系统结病 适合在秋冬季节使用 根据这些知识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 就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去挑选了 需要注意的是 葡萄肝每天使用的量 不宜过多 而且葡萄肝的含糖量 和矿物质都很多 糖尿病人和正在控制体中的人 在吃的时候 就更要注意了 葡萄肝虽好 可是因其长期肝造保存 葡萄肝表面 容易附着灰尘等脏物 不容易清洗干净 我们该如何去解决 葡萄肝清洗这一难题呢 各位 葡萄肝虽然是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非常的反导 洗起来麻烦 问问你们有什么办法 来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好 谢谢各位请回 这个时候 我们先往牌里头喝一些水 就水洗不到谁不会 关键是这个添加物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洛阿姨说的面粉啊 对 我要比它更精细一点 我真是淀粉 啊 那么我们把要洗的葡萄 盒里面稍微请泡一下 但是我跟你说 胖姐 我必须用一个紫色的葡萄 来洗一下 为什么呀 你知道吗 效果明显 对 你那个绿色的吧 就大家看不出效果来 对 绿色的 我拿一个紫色的 放一放就干净了吗 对了 你看看那盆里头嘴 马上脏了 看那挺明显的 而且我跟你说 这个葡萄既没有伤口 而且呢 所有的脏东西还都下去了 看我这块紫的 好明显哦 真亮耶 太棒了 好漂亮 真的 都特亮 我想用这个方法 来洗下葡萄干可以吗 可以 可学应该也是可以的 来 我先检查一下 但是需要教学费的哟 哦 好干净啊 干净吧 大家都知道 那葡萄有这个白刷 对 一洗完都没有了 没有啊 我用葡萄干比较难洗 对 整国的 这看干净 你的不错 这个值得 等你移了都 原来胖姐推荐的 清洗小妙招 是在清水中加入少量的淀粉 这样就可以轻松地洗干净 葡萄表面的白霜了 同样 用这个方法 也可以把葡萄干清洗干净 因为淀粉的副熟性很强 可以吸附掉 葡萄干表面上 细小的颗粒乳 您记住了吗 行了 谢谢你慢慢吃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下一位观众提出来的问题 一起来看 最近我散发总是 经常不舒服 我就去想买一些热口片 我就市面上看了一下 市面上有很多种 一些热口片 到底哪种热口片 适得我 热口片 我们肯定会吃 各位都会吃吗 你知道就是 我是一个音乐人吗 就是 但是 你早来这套 平时净唱小苹果 那你还 那也要好听 有美声的唱法 唱一下小苹果 你是我可笑 小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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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种音乐人 你们还很大不赖 不是啊 反正这很重要 就我觉得这种润喉片 随时你就买来 就寒一点 对嗓子凉凉的 就很有好处 是吗 是哪一种 是哪一种 而且吧 西瓜霜啊 就总小就爱吃那种 我真是觉得 吃完热口片 前和后就有变化 嗯 比如说之前你唱歌是 不所谓 吹回来 想谁 不所谓 哎 哎 哎 我跟你讲啊 我天天都在喉那个含片 因为嗓子老想咳嗽 老想咳嗽 说不出话来 但是效果也不是特好 我只有嗓子不舒服的时候 会买着吃 就买那种 就是里面凉凉的 嗯 然后喊进去 然后会觉得嗓子很舒服 但只要不喊 照样疼 我跟你讲 这终于有个说法 叫 日发千言 不损自伤 对 说话说的太多呀 是伤员气 对 你更别说这嗓子了 我们都太爱说话了 太爱说话了 有些人还喜欢唱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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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烟口片啊 每个人都能吃到 那大家都是怎么吃的呢 我们不妨做一个统计 来调查一下 请看 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都是怎么吃 潤喉片的呢 根据这一问题 我们进行了调查统计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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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嗓子搬哑的时候 我就会去买潤喉糖吃 就是我没事的时候就吃两片 我平时在公司 那个经常抽烟 然后呢 又会是不是吃个潤喉糖什么的 在我们调查的60年中 有23人拿潤喉片当零嘴吃 17人觉得潤喉片 可以预防咽喉疾病 会经常吃 有8个人是在唱歌前后 会吃潤喉片 还有7名男性 是因为抽完咽嗓子干 回家怕老婆骂 为了掩盖烟味 吃潤喉片 只有5个人是因为嗓子过舒服后 才吃潤喉片 所以很多人是吃着碗 那我们就吃着碗 也是由于 过于家庭那个老婆的压力 那还说 秦天哥 秦天哥是那种吗 没有这个事 想问你知道我 对 各位 把话题扯回来 到底 这什么时候 这个吃潤喉片 是比较合适的 对 你请专家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对对对 稍微分析一下心虚的原因 是 来 有请国家体育总局 运动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 黄光明老师 你好 你好 黄光明 国家体育总局 运动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 北京健康管理协会 学术指导专家委员会委员 他不仅在运动保健医学上 很有研究 还接触过很多咽喉重症患者 对诊治咽喉疾病 很有经验 你一直来跟我们说一说 说一说这个热红片 如果吃对吃错 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热红片可不能像吃葡萄干这样 想吃就吃 因为我们这个 生活当中有吃坏过的 有 我有一个病人 他其实已经是扁刀线 开始要化脓了 他就以为是炎炎的 化脓了 就随便来个热红片 就天天那么吃吃吃 过了三天以后 体温就慢慢慢慢就上去了 化脓了 后来到医院来的时候 就营造了39度 两个线都化脓了 所以他就延误了病情 对 这是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 对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呢 你看所有的这些热红片 零零种种的热红片 它都含有糖 所以这里面因为有糖 所以有些人就特别要注意了 比如有糖尿病的 对 你要把它拿成当零食来吃 就有问题了 血糖就会有波动 润喉片没吃炖 居然导致发烧和扁桃体化膿 原来润喉片一样异小 不适合咽喉疾病严重者 润喉片还含有较高的糖分 不适合糖药病人使用 润喉片在日常生活中 作为一种常用的消炎润喉药物 其作用快 经济方便 而备受欢迎 但是药店里的润喉片 种类反多 其中含的主要药物成分都不同 这些主要的药物成分 针对的病情也是不同的 例如有些润喉片 主要药物是罗汉果 罗汉果的功效是止和清热 有些润喉片 则主要含有胖大海 胖大海治疗肺热生涯比较好 还有的润喉片 主要成分是草山糊 它主要用于抗菌消炎 另外还有的润喉片 主要成分是西瓜霜 西瓜霜的主要功效是消肿止痛 那么这么多 还有不同功效药物的润喉片 我们如何根据自己的病情 去选择呢 这种润喉片有各种量 其实针对的症状 和针对人群 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您别以为就像胖姐一样 就是嗓子疼了 无论哪种 看的哪种就买 或者看的哪种便宜就买 这不行 接下来的节目呢 我们就会告诉您 当你这个生活当中碰到的 那个嗓子不舒服 你什么样的症状下 应该买什么样的润喉片 好 那先问问你们 你们嗓子不舒服的时候 是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鸡毛卡在里边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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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痒痒 痒 痒痒 有点痒 痒 痒 痒痒 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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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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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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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喝又磕不出来 就是看几人磕又磕不出来 我就是你啊 就完全就失声 对 我也是 这样烟就好了 我你就疼 说不出话来 说不出话来 而且很紧很紧 我的症状跟你们不一样 就有的时候就干了 就干涩 就感觉到那种要冒烟一样 就一说出话来 就感觉着带火 你那种火气 这样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反之上任何片对症下药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猴眼 猴眼的话会出现什么症状 对 你先来看看症状 好 失声 刚才我不是言言是猴眼 那我是奄言 你听过那首歌吗 猴眼猴眼就说了 自己真是吃错药了 你吃错药了 所以陆阿姨也说自己是失声 你来看看你该买哪种润喉片 来 看一下 胖的 你看 胖姐 这个我好听 这就要根据你的姓来 胖姐请吃 胖的 胖的 胖姐请吃 但是我待会儿也问一下 我们的专家老师 因为刚才胖姐也说了 她特别容易上火 一上火就走喉咙 就有没有胖大海和这种薄荷结合的 也是有的 对吗 也有 也有 所以可以选择一下 它是单独的一种成分 它是有胖大海为主的那种成分 就更适合她种类 明白了 好 接下来 扁桃体炎 它的症状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扁桃体肿大 这个怎么能看出自己 是不是扁桃体肿大 扁桃体肿大 说扁桃体肿大 基本上是看不见的 所以你扁桃体肿大以后 它能以我里面 那个小小的那个淋巴 就凸出来了 那扁桃体肿大就凸出来了 凸出来以后呢 就给你它的大小不同 还分几个度嘛 所以那时候扁桃体肿大 有时候是这化浓 看得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吃什么呢 银黄类的寒面 这有两盒 我也想要 没有了 接下来烟盐 烟盐看来是什么 咬 对 对 肝炎 对 肝炎 大王你先挑一下 你觉得吃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 我给你挑这种 我给你挑这种 西瓜霜 恭喜 今天拿到了 西瓜霜 可以考三个类的 西瓜霜 人体的嗓部疾病 可分为三类 每类都有不同的症状 而不同症状下 我们使用的润喉片 也是不同的 首先是喉岩 喉岩的主要症状是 食生 可以使用含有 胖大海成分的润喉片 去改善症状 其次是扁桃体肿 扁桃体炎的主要症状是 扁桃体肿大 可以使用含有 罗汉果 或含有 金银花和黄金体取物 简称银黄的润喉片 去改善症状 最后是咽岩 咽岩的主要症状是 嗓子有异物 肝痒 可以使用含有 西瓜霜 草山菇成分的润喉片 去改善症状 所以去选购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 病情症状去购买 您记住了吗 小米今年23岁 是个天秤座的爱家女孩 喜欢享受生活的她 经常自己研究一些菜式 今天她就教给大家一个 做菜的小妙招 幸福一招先 今天我献招 平时呢 大家炒苦瓜的时候 总觉得苦瓜有苦味 有的人呢 就因为这苦味 不爱吃了 其实苦瓜的营养价值 非常高 今天呢 我就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能够去除苦瓜的苦味 苦瓜是一种营养价值 很高的蔬菜 可以加速排毒 去研究发现 它具有良好的向血糖 今天市场还是一种营养价值 下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来 请看 生活当中会拍打自己吗 会啊 对 看来都欠揍了 有别人比较多 我觉得女孩子肯定是有经验的 就是早上你洗完脸之后 你要喷那个就是 对 就要拍拍嘛 爽不甩 然后化妆水 都要使劲拍 因为他们用使劲拍 一个是能消肿 二个是能让她吸收得更好 对皮肤好 你怎么拍啊 生活当中 你要看是吗 对对对 你是这样子 年纪大了就会拍打吗 这个拍打呀 我跟你说 不管是小区里还是公园里 年纪大的人都在拍 浑身什么都在拍 但是大王说这个拍脸 我是非常不赞成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也是美容的吧 美容要由内而外 不能是从外边这么拍 那绝对是不行的 你拍坏了怎么办 肿了怎么办 那我再说一句 他无所谓 你看是不是现在就拍坏了吗 我再推荐一个啊 就是我听他们说 拍腿也特别好 手腿 拍腿就瘦腿啊 是一个瘦腿的方法 因为像我的肉也是松松的嘛 这样这样拍一拍拍一拍 它就变紧 你经常拍吗 对啊 效果不好啊 以前就要更松一些 就是现在摔腿一些 其实我 我特别不赞成这个拍 这个腿什么 罗阿姨说他不赞成 他赞成什么 他觉得拍力不够 你还别说 现在有一些老年人那个 年纪大 撞树 撞树 我还看见过在公园里 就是经常拍的 还是怎么拍的 是这样 好像耶 还好笑耶 我今天说说 小小好吃了吗 罗阿姨今天买了什么呀 有没有有没有 今天你还别这么说 我就这么拍 真的是我就这么拍 有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说后面 就是够不着的时候 我还专门买了那个一根 那种 对 那种谁让 拍打健身是自古以来 就有的一种养生方法 它主要是根据中医的 经络学来疏通经络 使得气血运行通畅 身体的五脏六腹 四肢百排 都可以得到充分的颅氧 从而达到健身防病的目的 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有的人却因为不懂得 拍打的技巧手法 就随意拍打 最后导致静脉血栓脱落 甚至导致死亡 那我们平时使用这个 养生方法的时候 具体要注意什么呢 是哪个地方的一个叔叔 就这么拍拍拍 结果拍出什么血栓了 啊 啊 啊 不怕脑吧 下多狠手啊 这应该是越拍越水栓 但有些人就说要拍得狠一点 那不说了吗 男人对自己就是要狠一点 来 来 来 这个也 先拍的时候还能排毒呢 大哥我拍的时候 主持有说法 对啊 一边拍一边叫的 好厉害啊 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到底哪些拍是不对的 不好的 你比如刚才我们那个大王说了 拍脸部 脸部呢 你那种拍主要是一种 美容的需要 对 就比较轻的 在用化妆品以后 自己拍这个脸部 轻轻的拍以后呢 它可以使你的 血液循环更加的改善 另外呢 可以使你皮肤的弹性也增加 另外那个化妆品 还可以通过这个血液的加速以后呢 渗透性也增加 对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大王不是轻轻的拍 他都是这样 对 对 你就有多恨 我们就形容一下就知道 大王拍自己的那是五指三 你知道吗 一拍就已经是五指三了 对 所以就不能乱拍啊 就是力度很富位很重要 来吧 我们先说看脸部是吧 我们就看 从这个大王的拍脸说起 脸部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眼阻的脆弱 眼睛的部位是不能拍的 眼睛一拍了以后 那眼睛它很容易 就会造成里面的冲血啊 对 或者对眼球的损伤 或者对眼球的损伤 这是不能拍的 是猫了 所以我们拍脸 化妆那个那种需要 轻轻拍脸颊是可以的 是 如果拍的不当 可能会导致的后果是 后果是 眼睛出血 就眼睛不浓啊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颈部吧 颈动脉痘 这个颈部它拍后面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前面啊 有个颈动脉 这两次 这个地方有个颈动脉痘 这个颈动脉痘是 就是要避免按压或者拍打 它会刺激到我们整个心跳的一种变化 确定 按压很会暗呢 因为我们说这边很多淋巴可以排毒 对对 你知道一种排毒手法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往上捋没有问题 但是不要按压 看一下恶果 恶果 心脏停泊 就是再见了 对吧 这么严重 所以自己变成两大学管 压了以后有时候会 酷死在时候都有 就是在我们看一些功夫片 或是它有一些手法的时候 就是好像你顶住怎么样 你这个颈动脉就一下子就 几秒或十几秒 来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腿部 对 但是按照道理来说腿部应该没问题 对 为什么 腿部就像腿啊 拍这个手啊 对啊 就是我们一般就比如说 就巴西别人的时候都 腿部的影集 这什么意思啊 没懂啊 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有静脉炎的时候 有这个 静脉虚脏 静脉的这种酸筛 对 就是你拍的时候 就可以把那个酸子拍掉了以后 就会成为肺里面的这种酸筛 我们中国心梗 其实那个梗也会梗在腿上 对 对 所以来拍一下 获得后果 并情加重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不能拍的情况 您听清楚了吗 人体不能随便拍打的部位有脸部 颈部和腿部 主要原因是因为人脸部的眼部组织很脆弱 不小心拍错会导致眼球出血 而人颈部的颈动脉末端和颈内动脉起始处 简称颈动脉动 这个部位被随便拍打可能会导致人心脏停止活动 而导致死亡 还有就是人的腿部 人在腿部患有眼疾的情况下去拍打腿部 可能会导致疾病恶化 危机 生命安全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避开这些部位 正确地使用拍打养生手法呢 除了这些比较危险的地方以外 像眼睛啊其他地方都是可以拍的 没有特殊情况的时候 是 好 接下来我先教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拍打方法 好 现场全里都有 先伸出左手 真的假的 掌心向内侧 再伸出右手 相反的方向 来 各位 双手激打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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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请专家 来 掌声都响了 您一招正确的 我想今天教几个拍的方法给大家 我们来学一学吧 我们来学一学 拍的时候前面手掌这一次要从上往下 手背从下往上 这个肌肉才能够拍得流动起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力度 要是没有出血性素质的人 就是一拍你就淤血 或者刷牙的时候有出血的这种 就要轻轻拍 要是没有这种情况 那力度怎么拍 用爆发力 爆发力的意思是这样的 你看 别人竟然打 一打就打起来 那爆发力打 你让我们签上 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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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们拍打的时候是要可以音乐的 大家就更加有兴趣了 今天我们没有准备嘛 拍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有音乐 小苹果够吗 反正有节奏的就行 从上一下得到音乐 我讲一下 所有的这三条肌脉的秀都拍到了 拍到手心的时候再加一个二八拍 就把劳工穴把它裹上 这个节奏还真合适 反过来 再二八拍拍上来 那么这个营养肌脉就全拍到了 哎哟 孙穴 那我们现在就跟着这个节奏来 来 二八拍啊 预备 走 走 小苹果吃的被我们改了更补 老师您这不在节奏上 慢一下这个 好 开手心 这不就鼓掌了 走起 反过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二 三 三 好 这条肌肉的顺序 从上的下 手掌再加拍一下 这个中间的劳工穴 都拍下她新包金的 你看我這個 你看我這個提起來 你這樣還不夠力量 像這樣拍完以後 你看 發紅 這個不力了 下次從外面 有三條陽肌 這個前租後 是從上往下的 三條陰肌 是從內懷腳丫子下 是這麼上來的 三條陰肌 所以拍腿的時候 外側一般從上往下拍 內側從上往下拍 你這樣好不好 我們也跟著這個節奏來 來 各位 後面的一排 好 全部起立 對 預備 開始了 好 你是我的小聲音嗎 怎麼還你都為了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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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回家 你跟家的人都解釋一下 我這個手腳 為什麼都通紅呢 你看我這個 你看我這也是 你看我這也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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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的拍打可以使人疏通經絡 調和氣血 首先沿著手臂內側 使用適合自身的力度拍打 拍打至手心的時候 拍拍手心的勞工具 然後再拍打手臂外側 拍打下肢腿部也同樣如此 拍至皮膚微微發紅即可 平時在家的時候選擇一首自己喜歡的音樂 按照音樂的節奏 再配上簡單的拍打手法 就能輕鬆地達到疏通經絡的作用了 您學會了嗎 拍打完了之後 運動了一下 我真的是感覺到自己一個血液的流通很順暢 很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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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二十歲 你不能這樣 那你不回去了 二十歲 行了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 接下來我們再來關注一下 今天我們最後一位觀眾 請看 我本人喜歡喝蜂蜜有的茶 但是去外面買的話 有點不太划算 斑斑斑團能教我怎麼製作蜂蜜有的茶嗎 歡迎回到 李永明的三十頂外面公司的幸福詞點 這個我喜歡 這個我喜歡 又喝茶 我聽到了嗎 就不說別的 就去一些那個韓國的這個咖啡店 要上一杯 三四十塊呀 真的 對 我看他泡的時候 他就快了一勺 快一勺 對 而且我都算是挺節儉的 我就是在外面買那種桶裝的 我來自己兑 但是那麼一罐子還是要好幾十塊錢 對吧 我一般一罐子 我每天都喝 我可能一個星期就沒了 自己在家做吧 對呀 我這輩子喝的蜂蜜有的茶 都沒花了錢 哎呀 哎呀 自己做的不好喝呀 你跟外面買的不能比呀 我也自己喝的 這是用事實說話 哎 我嘗上我嘗上 我嘗你這樣好多 你嘗到我這個 我覺得做人要誠實不能吹牛 這裡面就是外面買的那種 不可能 就是胖姐和漢文都有在 是嗎 我們都嘗嘗胖姐的 你嘗嘗我的嘗我的 你還做了嗎 這胖姐的 怎麼自從看了韓劇以後 哎哎拿來拿來 我們看一下最重要 這是漢文的 對 哎 為什麼不說話了呢 胖姐的 胖姐這個味道有點怪怪的 我覺得這個有點苦 有點色 對 有點苦 就你看這個顏色是完全不一樣 一個是喝 但我覺得我的顏色 比它那個 深濃 嗯 不是胖姐這個就是那個蜂蜜味 特別濃 嗯 胖姐你這有點苦啊 不對 你這不對胖姐 這蜂蜜很酷 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 你再嘗嘗這個 嘗這個 是橘子的清香 柚子 柚子的清香 你一樣來投科嗎 就是 剛剛肯定拍得比較狠 你知道嗎 他們可能就是真好喝 哎 這是正中的 這是正中的 這樣大家推舉一下吧 學誰的這個柚子茶呢 自製柚子茶 當然是胖文的 當然是胖姐的 我告訴你 漢文我還真正不服氣你 但是我不把你說 你還真有點用的茶話 我還真 你這樣 你說句公道話 先讓漢文做 對 好不好 我們看他整個做的過程 胖姐你如果覺得他做的不對 或是唐家的太多 再說 你就反駁他 來吧來吧 好 蜂蜜柚子茶是一道 蜂蜜韓國的養生飲品 傳入國內後也非常的有名 經常飲用蜂蜜柚子茶 不僅預防傷風感冒 其中還富含大量的微量元素 不僅能使人注眼美容 還能達到強身健體 提高免疫力等作用 可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自己做蜂蜜柚子茶的時候 就會遇到像胖姐一樣的難題 就是蜂蜜柚子茶做出來有苦味 但漢文做的蜂蜜柚子茶 卻備受大家青睞 用一樣的原料做出來的味道 卻更好喝 究竟漢文是怎麼做到的呢 然後我們要用鹽 先比一下外皮 要用鹽 對啊 果實外面有一層果辣 果辣 因為鹽給它搓下去 因為畢竟柚子茶 咱們要吃那個肉子的皮嘛 對 這個我倒是沒搓 我們用鹽呢 把我們上面的果辣切掉之後 現在我們就可以讓它果肉分離 果肉分離 一肉分離 好吧 其實我覺得帶一點果肉 也是沒關係的 因為有時候喝柚子茶 也會有一點果肉 是 因為一份果肉要經過其他的處理 哎 我們把皮呢先削下來一點 現在呢 我們要把他中間那個白蜜柔給它去掉 啊 那一定要去那白蜜柔啊 我不是熬的時候就得帶著那白蜜柔啊 現在就已經苦了 那就可以 為什麼苦 你看你那為什麼苦呢 哦 一定是在這兒了 哪一點沒有白蜜 哪一點沒有白蜜 然後呢我們把中間的這個白蜜去掉之後 就剩這樣的皮 這樣的皮呢我們給它切成 切成碎的 一條一條條狀 好了 今天我就少要給大家示範一下 就不做那麼多了 嗯 然後我們把皮呢放在沸水溝 那時候水裡呢我們要加上鹽 為什麼 這會兒放鹽 這會兒放鹽 咱們把那個白蜜去除的還是有苦味 要想甜加點鹽 還有苦 然後用鹽呢它這樣也是去除苦味的 太多了 太多了 一點點就可以了 也有讓它軟化的作味 哦 原來胖姐的蜂蜜柚子茶有苦味 是因為沒有像漢文一樣處理柚子皮 在我們做蜂蜜柚子茶的時候 首先要用鹽清洗柚子表皮 再把果皮部分 為讓柚子茶產生苦味的白蜜去掉 然後就是把去掉白蜜的皮 切成絲放在鹽水裡浸泡 這樣就可以解決蜂蜜柚子茶有苦味的問題了 除此之外 做出好喝的蜂蜜柚子茶 還要注意一些小細節才是最關鍵的 究竟漢文使用了什麼方法 就可以讓蜂蜜柚子茶更好喝呢 然後我們這邊先煮著 然後剛才我搬給雨桐姐呢 幫我把肉子外面的一層皮給剝掉了 然後我們把它切成小粒 所以就切成小粒就可以了 對 切成粒狀就可以了 那些夠嗎 然後現在可以了 然後呢我們這個煮大概五六分鐘 我要然後你看它已經軟了 我們就可以給它倒出來了 然後現在呢 然後我們要在鍋裡 就繼續做上點水 好嘞 然後我們剛才用的果粒放在裡面 嗯 因為你知道我們蜂蜜柚子茶裡面 只要光是皮的話也不會好喝 對 然後我們放在點糖 也不要放太多 對 然後呢我們也用水 大概給它煮五六分鐘 把所有的粒給它煮散了 哦 然後這時候我們已經 你看 所有的粒已經差不多煮散了 我們把之前用鹽水超過的 放在裡面 嗯 把皮放在裡面 對 然後放進去了之後呢 這時候我們要加入冰糖 哦 因為大家知道就是好東西好喝 你喝多會上火嘛 嗯 然後本來我們是去火用的 你還反而喝上火了 這是我們需要加冰糖 哎 我們現在冰糖差不多已經化了 嗯 然後我們就可以關火了 哦 然後現在盛到一個器皿裡面 你不需要加蜂蜜嗎 是要加蜂蜜 但是那個炮煎你要記住 蜂蜜要加 用熱水放裡面之後 所以一樣 對對對 全部都沒有 就把它這個活性菌就給燙死了 對 所以現在不能加 然後現在呢我們需要蜂蜜 哦 所以其實這裡面冰 哦 啊 這麼多呀 對呀因為我們是對水喝的 對 對 相當於它這個 它是圓具 所以蜂蜜我看跟這個 就是汁 就是我們熬出來這個汁的比例 應該是一比一對吧 對 你聞聞 我覺得是這樣 就因為我們現在現場時間的緣故 其實我們熬的還是不夠粘稠 對應該多熬 應該多熬一會兒吧 它熬成像那種果醬子 對就是在第三步的時候 就是我們果皮果肉在一起的時候 要多熬 而且你的水分充分地蒸發 然後糖分就留在裡面了 沒錯 沒錯 對 大家可以嘗一下這個湯有沒有苦味 沒有真沒有 特別甜 嘗一下 嘗一下 嗯 但是還是有一點柚子的那個清香味 對 然後可以嘗一個肉子皮 所以是沒有苦味 但是我這回真找著我那個問出所在 對 讓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漢文不苦又好喝的蜂蜜柚子茶 是怎麼做的 首先用鹽清洗柚子皮 並且把柚子皮的白糖去掉後 切碎泡在鹽水裡 然後在浸泡柚子皮的過程中 把柚子肉切成小塊 其次就是把浸泡好的柚子皮 和切好的柚子肉 放入等量的水和少量的砂糖和冰糖 一起煮20分鐘左右 最重要的就是煮好後 等量量了以後 再加入少量的蜂蜜 簡單四步 能提高免疫力 又能助眼美容的蜂蜜柚子茶 就製作完成了 您學會了嗎 下方的二位馬來關注 北京三人食品的官方微信 您將已經獲得 北京三人食品提供的奶粉一桃 蜜蜜蜜希望在家裡面 大家用這樣的方法 自己真的熬那種濃濃的 這個蜂蜜柚子茶 真的是今年過冬 不用再去買了 是是是是 泡一杯暖暖的柚子茶 希望大家在寒冷的 這樣的一個夜晚 能夠讓您的心呢 温暖起來 各位 我們節目的口號是 下方的一位馬來關注 有愛有緣 有三緣